中间确认封闭 没有收回车辆 可以准备起跑 3 2 1 弹射这件事 对于当代网络上的车友和车迷来讲 可能不是什么多新鲜的事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件事是神圣的 在看多了网上琳琅满目的转载也好 大V也好的弹射的视频之后 我想在这里用我亲身的经历 跟大家聊一下 一个用8年时间来实现梦想的人 是如何走到了今天 把人生第一次弹射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GTR之前的8年时间里 我开的是一台跟直线加速 没有一点关系的车 同样是500多匹马力 在这两台车上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小车不足啊 哪天一块儿出来泡泡起波 哎呀能飘移有什么用啊 那后驴儿起波肯定是我赔啊 你这买了个炸牌小棚啊 撞什么大一巴掌啊 19岁那年 刚买人生第一台车时的我 真的听不得这些话 这些年做过球房助教 开过设有工作室 做过销售和贸易 只为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车子变得更快更强 这一切所追求的 不过是一个肯定 一种认读 越得不到什么 就越向往什么 弹射便是一次 但我们也会成长 我们终究也会明白 抢扭的刮是不停的 让一台本不是为了快而生的车 变得更快 除了让它在赛道上 大杀四方之外 它真的已经无法做到 对你每日舒适的配搭 轮上500多匹马力 即使是挂在三档 在涡轮起压的那一瞬间 它依旧会打滑 而为了承受超过 轮上600牛米的扭曲 ORC双片金属离合器 配合上狗牙赛用变速箱 它每一次换挡 造成了这样的冲击 它会让你清楚地意识到 这台BRZ 已经超越了 街车的范畴 它就是一台 为了赛道而生的 大杀器 然而 唯独它身上缺失的东西 则是与你朝夕相伴的 从容 排量级正义 这句话到今天 依旧不过时 那些年输掉的直线 让我来替你 赢回来 快开始吧 马上又来天风了 终点圈的封闭 没有收费车辆 可以准备起跑 属于我人生的第一次弹射 现在开始 三 二 一 另一 所有 三秒四五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轮胎 我们这轮胎在天津港里面风吹日晒了两年 19年出厂的轮胎 确实能做到3秒5以内 已经挺好的了 一个意料之内的弹射成绩 并不能说明什么 战神仍然是那个战神 或许它已经老了 卸甲归天 虽然它早已没有了14年前 初出茅庐大杀四方的江湖地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 3.45秒这个成绩 放在2021年的金铁 仍然是一台标准的快车 而一旁的BRZ 则像极了我们摆在角落的 尘封许久的那张旧照片 在18岁成人里的那天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在实现梦想的那一刻 我们却已不再年轻 带着疲惫的微笑 满怀希望的 走向自己的后半生 眼前的这两台车 是我玩车生涯的全部缩影 而这张照片 我已经等待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